如果我現在打一針 我如果明天早上沒有醒過來的話 你這個藥物不能送去給人家做實驗 結果在驗略上就不知倒地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錯的故事 就是干擾樹的第一個人體實驗就是 Weissman自己 大家好 我是中興大學的王孟亮 這樣可以嗎 當然就是今天的說書人 這個書不是很新 是1998年出的 當時我是在台北的國際書展買到的 這個作者 科學家的知名度 他算是一個小牌的科學家 但他是高度參與了干擾樹的純化過程 干擾樹英文的interfery來的 跟干擾有關的一個東西 這個樹的本質是細胞的蛋白質 那他在干擾什麼呢 他干擾病毒的感染 病毒感染細胞之後 這個細胞合成並釋出蛋白 釋放出個信號給旁邊周圍的細胞 保護了這個群體 所以干擾樹的作用是在這裡 干擾樹原來是跟抗病毒有關的 但漸漸地用在這個癌症的治療上 所以他已經商業化了 能治療的病很多 白血病或什麼淋巴癌 也包含台灣的這個西型肝炎的問題 干擾樹剛被發現的時候 因為它在細胞的量其實很少 所以說有些人是不相信真的有那個東西 因為它不是很純的混合物去做實驗 雖然有對照組 有陰性對照組 有陰性對照組 但是畢竟不純 甚至開玩笑說它是想像素 imagine 誤解素 misinterpreted 所以說走了很辛苦的路 一直被懷疑 1957年偵測到算是現象 原來的發現是兩個人 Linderman Isaac 那很可惜啊 這個Isaac 四十五六歲就死掉了 相當於干擾樹才發現十年左右 這十年當中 等於接受很多質疑和挑戰 它等於沒有看到 後來干擾樹完全被存發到一個可以接受的程度 或甚至呢 重組干擾樹的生產製造商業化 它都無緣分響了 這個是一個相當讓人惋惜的事情 那後來Pentere Weissmann Nagata 把干擾樹的基因放到大腸菌裡表現出來 要表現一個一樣很少的蛋白 80年代初期 是很困難的 你可以想像 你在一萬個人當中 要找出一個嫌疑患 就一個一個挑 非常辛苦的工作 1957一直到1980年代 很多科學家著重的還是在於 如何直接培養細胞 然後用病毒去刺激這個細胞 再去存化這個蛋白 不管就是由血庫裡面即將過期的血 可以拿來存化裡面一些寶貴的成分 也就是Pentere這個人主要做的工作 干擾樹蛋白質的存化工作 那非常辛苦 但是他很慷慨 他發展出存化的方法 但是對這個方法學 他並沒有申請專利 不只自己沒有申請專利 他好不容易才辛苦得到的干擾樹 如果有別的單位要做臨床測試 他也完全就送給人家 沒有任何附帶任何條件 因為他內心感激的是這些捐學的人 就是九萬個捐學者 他才得到一克的干擾樹 當時好幾個實驗室都在競爭 有些實驗室就比較不擇手段 只要他的東西 其他都視同會晤 這個Centere是人家捐學給你 不管血清血漿 每個地方都有他寶貴的地方 所以他不浪費任何成分 所以我想這個走到成功 第一個也是Centere 這個好像老天爺 明明中有保佑他 果然做出來了 一切回顧這辛苦都值得 再來就是要做人體試驗 Weissman對自己打了一針 跟Nagata交代說 如果明天早上沒有醒過來的話 這個藥物不能送去給人家做試驗 結果干擾樹的副作用 竟然幾小時後就產生了 一再驗味上就不知倒地了 雖然他沒死 但是這個態度是覺得相當很佩服 我為什麼要特別分享這故事呢 或許一般人沒有做到這個蛋白質存化 可是很多場合我們也要珍惜所有的資源 在一兩年前我聽過日本做鹿的疾病問題 不管是養殖或是野生動物的鹿 他們會送來獸醫做檢查 這個教授他是做寄生蟲的 所以他只要想檢查寄生蟲的毛病 可是他知道這個鹿很寶貴 他就通知另外大學 只要有鹿的樣品來到實驗室 他就叫他準備來採樣 一鹿兩用 所以珍惜資源有很多層面 在生物醫學領域 我們對於捐學者尊重地看待 甚至野生動物 甚至沒有主人動物 我們也很慎重看待已經死亡的個體 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謝謝